Hello 大家好 我是清雨 我们又见面了 清是青色的清 雨是下雨的雨 我的个人QQ号呢 是17079225 好了 接下来呢 把这边的形画好以后 我再把这边的形再来一遍 亮部颜色旁边 为了凸显这个亮部的颜色出来 我们可以主观地把这个亮色 后面的这个背景 稍微地压一压 压重一点点 那么到这里呢 我用一支4B 我用一支4B来把这个形 稍微地轻轻地给它抠出来一下 像这里 也注意一下 节奏关系啊 深 浅 深 浅 注意一下这个节奏关系 然后慢慢地给它铺开 用色一定要均匀细腻 不然的话这张画会不好看 用色均匀细腻 然后慢慢地给它过度开 过度开的时候也要均匀和细腻 好了 这个石膏会越来越亮 越来越蹭白 这里呢 消投影的时候 也要把形给它慢慢地给它修出来 注意这个形的一个收拾啊 同学们 不要画着画着 把这个形给它 画偏了 你要注意 一定要留心 一定一定要留心 刚开始你把这个形画在哪里 或者说如果刚开始 甚至画得不对的 你可以再给它纠正 你可以再把它就是 好好的给它纠正过来 好好的给它修好 就一步一步地把这个形完善 然后呢 把这个形画好以后 你再把这个重颜色 往这个左边慢慢地过度开 过度到背景里边 你就什么不知鬼不觉地 又一次把形修好了一次 好了 这些竖项的线 你看 全部像瀑布一样往外面扫 其实这是不好看的 那么第一 我把它画均匀一点 第二 我会用这个斜项的线 改变方向的线 给它再铺排一次 慢慢地改变这样的一个 线条的方向 它也会铺排得更密集 更好看 更舒服 要铺开 背景要画均匀一点 一定要好一些 OK 好的 把这个画好以后呢 接下来呢 那么我呢 会用纸去把它擦一下 把这个背景揉擦一下 让整个颜色变得更均匀 更细腻 你想 这些颜色 你怎么排均匀 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 一块一块的形状 一块一块这些线块 这些块面 那么呢 我用纸巾 用一张纸啊 叠起来轻轻地 把这个颜色给它 拔均匀一点 你轻轻轻轻地去揉擦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说比较白的地方 你直接用手去抹也行 它也能够抹得很细腻 而且手指呢 比纸巾要好控制一点 那些比较粗糙的肌理 就随着我手指一抹 它会变得很细腻 但是比较重颜色的地方呢 我们就用纸巾 纸巾能擦得很大面积 你看刚刚那种宽面感 它瞬间就不见了 中颜色也给它抹均匀一点 特别是暗部颜色 如果说跟这个纸巾 如果说你画颜色 排得不够细腻 特别是再加上这个跟纸 它也会有纸的纹路 那么你的这个暗部颜色 会有很多斑斑点点 麻麻的感觉 有些很麻麻的斑点 那么将会不好看 会比较跳 暗部会不同意 那么就一定需要用纸巾去揉擦 把这个暗部颜色里面 这些小白点给它覆盖掉 才能够让整个暗部会比较均匀 比较统一 当然好的纸张 也是能够 更加的让你的画面 更加的好看 更加的也表现得 轻松简单一些 当然我这里呢 我没有给大家用很好的纸张去示范 因为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 在刚开始初级入门的时候画画呢 就用十几二十块钱一袋的纸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买很贵的纸 那么我示范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用我平时练习的那种很贵的纸去画 我也是用便宜的 一二十块钱一袋的纸来给你们做的示范 所以你们在画面当中会出现的问题 我这里同样也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教你们的就是 我想要教给你们的就是 当你们用这样的纸张 用这样的铅笔 画出来的效果 以及如何去做一些出现的问题的一些处理 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 而不是一味的换工具 好了 到目前为止呢 我把这个背景呢 投影的重颜色啊 暗部颜色我都擦了一遍 那么擦完一遍以后 我继续来把这个形 把这个颜色给它再来修一修 你们发现刚刚画完以后 会比较清晰 比较明了 但是你擦一遍以后 又会觉得相对的 各方面都会比较模糊 那么这一步 我就是用一只四臂啊 我把这些变模糊的地方 再一次去把它画出来 把擦的比较模糊的形 给它找出来 让它变得更加清晰 那盘线一定要密集均匀 然后我越来越来越多了 接到后面我排线会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均匀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知道 如果说你还一味的 就撒开了画 待会画面就会比较的懒散 比较的散 比较的不整洁 注意这里啊 我反复地去找 刚刚我起的那个形 然后呢 我反复地对比这个形 到底是否准确 你上色 也是建立在 形的那个基础上 所以也是 上色也是一步一步地 去完善那个形 旁边的颜色呢 尽可能地去扑爬均匀 然后还可以轻轻地去揉擦一下 千万不能觉得背景 不重要 背景无所谓 这样的思想观念是不对的 背景可以随意化 其实都不是的 因为你要想到背景 其实它也是画面当中的一部分 而且面积还很大 它怎么能随意化 对不对 OK 然后接下来呢 再到右边 这个小的一个 非常重的这个颜色 这里是棉案交接线的 这个地方 我除了刚刚要注意的节奏以外 我依然还会 再去把这个形 给它修上完好 你可以 一次又一次 把这个重颜色加重 但是呢 你也需要 一次又一次地 把这个形 给它找出来 而绝对不能够 画着画着形就没了 因为你的画 就需要建立在 这个形的上面 下面呢 我可以用手 抹均匀一些 这下面部分是 保持在一个 比较亮的一个环境当中 反光比较亮 确切地来说 而投影又不一样 投影这个起始处 这一块又会比较重 这里不小心 画进去了一点点 那么我可以用橡皮 轻轻地给它 提亮一点点 这里失手了 给它画进去了 然后呢 再到外面 再补一补线 这也是需要你 去做失误的 误取的一些调整 好的 又来到这个扇形的这里 注意 我觉得这个扇形理论 大家可以记住了 非常的 好用 那么这条 现在是比较直的 这个投影的 这条边 是比较直的 它该直的地方 画直 对不对 因为投影能够 反映物体的形状 大小特征 所以投影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形状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物体 它也是一个 能反映它的一个状态 这前面这里呢 刚开始用的是10B 用的是12B 加重的 那么到现在 我可以用4B 再去压一压 后面的颜色 我可以稍微地 给浅一点 形 我会给它找到 找准 但是我可以用手啊 用手指去把它抹一抹 这个形 让它变虚一点 但这个形 你看一定要精确 那这个形 它就在这 不能就像 撒开了 去画这个形 是不对的 投影的形 其实再怎么虚 它这个形 依然是有的 不要像铺稻草一样 在投影的旁边 铺一些 调子 而去虚化它 我觉得不太合适 它再怎么虚 它也长这样 好 这是直的 这里也是直的 好 这个先画直 因为它 这个圆柱这一块 是直的 那么投影这么短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 光打得比较近 所以投影才会比较短 就像人 中午的时候 站在太阳底下一样 你的影子也会 不会很长 就像人 所以 我们下车 就像人 一样 就像人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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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人